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回国了 这就是妈妈长大的地方吗 对啊 这就是妈妈从小生活的城市 那爸爸在这里呢 你爸爸 他是英雄 现在已经变成了天上的星星 时时刻刻保护着子萱呢 那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了 子萱 你还有妈妈呢 彤彤 你怎么跑到机场外面来了呀 我终于找到你了 月月 好久不见 我们闺蜜室好久不见了 六年了 你终于从国外回来了 诶 这就是小木宝子萱吗 太Q了 妈妈 这个怪阿姨是谁呀 不可以这么没礼貌 她是妈妈的好朋友 小月月阿姨 月月阿姨 真可爱 走吧 你们两两住的地方 我都安排好了 月月 这次麻烦你了 我们这间还客气什么呀 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你们住便是了 彤彤 这次带子萱回来 还打算回去吗 不走了 子萱到了上学的年纪 让她回来上学 只是林家那边不承认孩子身份 不肯给孩子上户口 没有户口 子萱就没办法上学 我真的这事发愁呢 岂有此理 不过 林家不给孩子上户口的话 你可以给孩子找个父亲 这样 孩子的户口不就有着落了 可是 去哪 找个男人结婚啊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人 他是江城王家的大少爷 虽然王家是三流家族 但是资产加起来 跟二流江族相媲美了 势力不容小事 他们家的王大少爷正在相亲呢 不如你去试试 靠 人啊 郎总 是我的师父 林成童带着孩子提前离开了 现在正在带着小少爷 和三流家族的王家 那个顽固子弟相亲呢 好啊 这女人背着我偷偷生下孩子 还敢跟别人相亲 备消 你就是沈初夜介绍的相亲对象 谈话败流也就算了 还他妈带着脱油瓶 你他妈爽吗呢 我闺蜜没跟你介绍我的情况吗 抱歉 谁他妈稀罕你道歉啊 我买这个坏叔叔说妈妈坏话 我不要他做我爸爸 王少 既然您看不上我 那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站住 我是让你走了吗 虽然你带了个脱油瓶 但看来你还有几分姿色的份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我的孩子不叫脱油瓶 他有名字 他叫林子轩 别他妈活出这些没用的 我不在乎他叫什么 只要你答应 扔掉这个脱油瓶 你还可以考虑 不可能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要不是看你还有一几分姿色 你以为我今天会来见你吗 你 妈妈妈妈 你不要就嫁子轩 紫身乖 妈妈怎么舍得丢掉你呢 王少 我想我们之间不合适 相信就到此为止吧 林畜头 我他妈让你走了吗 本少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别他妈不知好歹 你 你让我走 让你走 想都不要想 你不是舍不得扔这个小畜生吗 我帮你 你干什么 我都说了不合理在一起 干嘛还要抖我的孩子 我不要离开妈妈 你他妈给你不要脸 小婊子 载着你个野孩子来相亲就算了 还敢拒绝本少 算了我不信你打我妈妈 小杂总还在教训本少 找死 住手 你他妈又是谁啊 啊 干过我的些事 他是我老公 爸 这个坏了你欺负妈妈 老公 那个帮帮忙 事后我肯定好好谢谢 那个帮帮忙 事后我肯定好好谢谢 你 我再要看看 他搞什么花样 卫生风 先把孩子带出去 待会我教训人 别吓得孩子 是 龙龙 小子 看你这样子 应该只是这个餐厅的小服务员吧 我告诉你 实际上的赶紧给我离开龙龙头 她是我看上的女人 那我要是不答应 不答应 那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让你整份工作都丢了 事情因我而起 我不能连累他丢的工作 王上 你不要为难他了 我已经说过我有老公和孩子了 妈的 有老公还出来相亲啊 啊 说老子玩呢 我告诉你 今天无论如何 本上都要给你一些教训 让你知道欺骗我的代价 当着我的面动呢 谁给你的胆子 王上 你他妈的敢打我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我可真诚王家的大少爷 今天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让你们去不了 都人都 王家不过是区区三流家族 很厉害嘛 别说了 虽然王家是三流家族 但是是三流家族中最顶尖的存在 不是我们中普通人能惹得起的 这件事因我而起 我不会连累你 王上 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还请您大人留大量 不要跟我们计较 事后我会带着礼物 都能道谢 我他妈在乎你那天破礼物啊 王上 你 想让我放过这个臭小子 也不是不行 除非他给我跪下 道歉 你再乖乖地陪我回 伺候我几天 我可以考虑 放过这个臭小子 王上 你 敢让我的女儿伺候 玄江城你是第一个 陆春风 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让王家在江山消失 是 能懂的 你一个小小的餐厅服务员 也敢说让我王家消失 你真是找死啊 实际上的 你要是跟我跪下道歉 我还能不及往不咎 要不然 别怪我让人打断你的四肢 丢出江城 你别说了 王家可是江城三流家族 你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怎么可能都得过 去去三流家族 我搬手可费 正好 我爸打电话了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家破产 你只能得罪 景江集团的冷冢 都是因为你 害得我们王家破产了 他是景江集团的冷冢 冷冢 求求你饶了我吧 我求求你了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发过我 啊 老实 你不是服务员吗 怎么可能是江城 景江集团的总裁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是服务员 我 你让孩子没事吧 刚才 还是谢谢你帮我们解围了 真要感谢的话 就签了这个 爸爸 这是什么人 江轩 不要乱叫 他不是你爸爸 我不管 他就是我爸爸 我叫他当爸爸 这个是结婚协议 快签了吧 结婚协议 不行 刚刚不是你着急的 叫我老公吗 刚才只是一时情急 我 怎么 大街上随随便便 拉一个人就叫老公 你不打算负责吗 我 我还带着孩子 没事 我会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看待 妈妈妈 爸刚才又了我们了 我叫他当爸爸 乖儿子 你来相亲 我就为了结婚吧 难道和我结婚不行吗 子萱马上就要上学了 必须要给子萱上户口 好 我们结婚 但是必须约法三章 婚后你要给子萱上户口 她到了上学的年纪了 好 没问题 还有 婚后我们各过各的 互不干涉 我不会过多的介入你的世界 也请你不要过多干涉 和孩子的生活 好 你干什么 带孩子回家呀 我们说好了不干涉对方生活的 其中也包括 婚后不同居 子萱 那你愿不愿意跟爸爸回家住呀 我愿意跟爸爸回家 妈妈 别带小孩都是和爸爸妈妈一起住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住 子萱 你要听妈妈的话知道吗 快过来 你没有资格剥夺孩子选择父亲的权利 你干什么你站住 这是你家 子萱 你跟陆叔叔出门忙一会儿 爸爸跟妈妈有事来说 哦 子萱 你把我们带到这儿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好了 婚后各个各的 你是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必须认识你吗 怎么 是不是要我替你回忆一下 六年前那天晚上的事情 你 你是六年前跟我公渡一夜的那个男人 怎么 不记得了 我好像记得那天晚上 你热情似乎 你胡说什么 是不是胡说 你自己心里心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右手上好像有一颗痣 我那天晚上还特别喜欢 流氓 我好像记得那天晚上是你对我 我没有 我那天晚上也是被人陷害的 你 你把我带到这儿 就是为了说这些吗 当然不是 以后你和子萱都住在这里 不可能 我们那天晚上只是意外 丁家肯定不会帮你的 你要是不答应我 子萱的户口可落不上了 宝贝 你居然调查我 我卑鄙 你这个自私的女人 带着我的儿子 一跑多年不知所作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 怎么不让你跑出我的手掌心 爸妈你们在干什么 子萱 爸爸妈妈没在干什么 子萱 过来 爸爸 就算为了子萱 你也应该答应我 没有什么比子萱的健康成长 妈 我想跟爸妈住在一起 我不想被别人 说我是个没有爸的野孩子 好 妈妈答应你 很好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都答应我了又去哪 你不会像以前一样 睡了我又一走了知道 小孩子还在呢 你胡说什么 妈妈我以后要给 爸爸妈妈玉琴给叫 小孩子胡说的 你别在意啊 我不在意的 我们就是回之前在家里 收拾一下东西 那些叫个夏宇你好 你跟我回家 爸爸你快跟上一眼 这男人怎么这么发道 能走 少夫人跟小少爷的东西 我都带过来了 另外晚上参加晚会的晚礼服 我也准备好了 好 先别收拾东西了 上了换件衣服 待会我带子萱和你去上加一个晚会 我还是不去了吧 说好的互相不干涉对方的生活 可你在六年前就已经闯入我的生活 你现在这么说话 是不是很太不负责任了 我 子萱过来 想不想去晚会啊 晚会上可是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妈妈我想去吃好吃的 一点好吃的就把你给收买了 妈妈我想那边 有很多漂亮的姐姐的 要是我不去的话 爸就被别人抢走了 你啊 人小鬼大 好吧 我去就是了 你快看啊 那不是锦江集团的总裁冷一成吗 他身边的那个孩子和女人是谁 不知道啊 没有听说人都有什么新的绯闻啊 更何况还带个孩子 那边有好多好吃 我还想吃蛋糕 那你自己去拿吧 怕什么 没什么 刚才听他们说 你有很多绯闻女友 我不会在这里遇到你的绯闻女友 你还怕这些 你要记住 你才是我的正牌夫人 谁的你夫人 呀 呀 呀 你个小畜生 看你把我的裙子弄脏了 对不起阿姨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我告诉你 我的裙子很贵的 把你卖了都买不起我的裙子 干什么 你 你是林初彤 林洛 林初彤 还真是你呀 妈妈 乖 别怕 林初彤 六年了 没想到你还真把这个小杂同生出来了 林洛你闭嘴 不准你这样说紫萱 哼 怎么 生气了 他不是小杂同是什么 他不就是有娘生没爹养的小畜生 你 有胡说 我有爸爸 哼 你有爸爸 你爸爸是流浪汉 还是乞丐呀 都不是 我爸爸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哼哼 走 子萱 我带你去找爸爸 等等 我让你们走了吗 林洛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哼 干什么 你家小爷总弄脏了我的衣服 还想一走了之 那有这么便宜的事 妈妈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已经道过歉了 道歉 你觉得道歉有用吗 选择多少钱 我赔给你 好啊 那就三十万 三十万 你抢钱不成 这裙子可是我男朋友挂大价钱定义的 前前后后有好几百万 三十万 便宜 你这是讹人 讹人 我就讹你的 那你能拿我怎样 你 林洛 夫人那边好像遇到有点麻烦 谁可以啊 怎么回事 紫生不小心用脏了他的裙子 他要三十万 陈锋 给他三十万 三大 你是那什么人 凭什么帮他出逃 我是他老公 是孩子的父亲 你就是那个野男人 什么野男人 看样子 他不知道林初彤的过去 林初彤 看了你现在找了一个接盘侠呀 帅哥 看你长得也不错 何必跟这种水性洋化的女人 关你什么事 你 好好好 既然如此 让我改主意了 这裙子 不要五十万 林洛 你不要太过分 五十万是吧 给他 他这是额钱 明成你怎么 就看他有没有档子去拿了 帅哥 你还真是人傻 钱多不成 林初彤只不过 把你当接盘侠罢了 你这么扳他 不怕人才两空 关你屁事 你 好好好 既然你这么不识开局 我现在不要钱 我只要他林初彤 和这个小野总 跪下来跟我道歉 要不然 今天这个事情没玩 林 林洛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别带上孩子 我奉献你事可而止 拿上五十万 马上 你的耐心是有限 你不过就是林初彤 外面找的野男人 别敢这么跟我说话 陆成风 张嘴 是 我打我 你敢打我 林初彤 你给我等着 李萱 你没事 别担心 我会给你出气的 不用了 虽然被他们赶入了家族 但他毕竟是我同父一族的妹妹 还是不要闹这么僵了 好吧 妈妈 你放心 我和爸爸以后会保护好你的 子萱真乖 都会保护妈妈了呀 放心吧 以后我在 以后不会让你跟孩子受到任何委屈的 亲爱的 就是他打我 亲爱的 就是他打我 敢打我女朋友 找死不成 苏文浩 林初彤 没想到你和我分手之后 居然和林音乐勾搭到一起了 林初彤 你别说话那么难听 我跟文浩哥哥才是真爱 你不过是被文浩哥哥 王朗的破血丢掉罢了 没错 林初彤 我告诉你 我跟音乐 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跟你还没有分手 我们两个 还是真心相爱的 你不过是第三者 你胡说 我当时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还不知道你和这个林音乐在交往呢 你就是个渣男 我渣男 你都能做出跟野男人上船的事情 我是渣男 那你就是不要脸的贱人 你 贱配渣男 真是绝配 你说什么 小子 有种 你就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既然女人在 再说 贱配渣男 真是绝配 你 妈妈 什么是贱女和渣男了 就是很坏很坏的叔叔阿姨 坏阿姨 让你说我妈妈 小畜生 连你也敢骂我 我的儿子你也敢动 你 你敢动我女朋友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可是景江集团新上社的部门经理 你敢得罪我 信不信 我要让人把你们三个彻底赶出江城 知道景江集团吗 那可是全江城的明星企业 我男朋友的职位在景江集团里面可是高管 一年可以赚一千多万 那不是你的集团吗 手底下有几个不长眼的蠢货 很正常 我现在找人把他开 小子 就凭你 也想开了我 就以为自己是集团总裁不成 我劝你识相的话 还是带着林出头 一起给我跟一落下跪道歉 我心情也好 没准 还能放你们一马 快了 不准你去付我爸爸妈妈 哼 差点忘了 还有这个小畜生 也得给我一起跪下 混蛋东西 敢让我的老婆孩子跟你下跪 也配 打电话给人事故 把苏文浩开除 告知江随任何企业 终身不得入用 彻底封杀 是 小子 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倒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让我滚出 井江集团 是井江集团人事部的经理给我打电话 应该是控制我入职的 正好 让大家看看 这小子能不能开除我 喂 张经理 我这边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入职 别开除了 张经理 您开玩笑 我没可能开玩笑 赶紧对我们集团的冷总 开下进公司 甚至什么东西滚蛋了 冷总 文浩哥哥 到底怎么回事啊 会不会是集团那边搞错了 文浩哥哥 你怎么打我呢 你是个贱女人 不是你害的我 冷总 我知道错了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跟我道歉做 楚彭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看他晚热的情分上 帮我去就行吧 我不想被分杀 你是我夫人 想怎么处置他 就怎么处置他 我听你的 我不想再看到他了 没听到吗 我夫人说不想见到这个可货 把他赶出江城 是 罗罗 楚彭 你帮帮我 说 你居然是井江集团的总裁 冷一成 老婆 他怎么写训 算了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同父一母的妹妹 这次就放过他 林洛 这次我不和你计较 希望你下次 不要再来招惹我 林初彤 你不就是勾搭上了冷总吗 有什么好得意的 等我把冷一成从你身边抢走 我看如何跟我斗 你们先自己坐一会 我还有一个合作要谈 你们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找陈锋 妈妈 爸爸好厉害 一下就打倒 坏叔叔了 当然啦 我们子孙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爸爸 那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女人 就你嘴甜 哟哟哟哟 真温馨啊 可惜你不是你爸爸的亲生儿子 你们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 有一天你爸爸不要你这个小野种了 你还能这么开心吗 坏女人 有话说 我爸爸才不会丢下我呢 你 你这个小贱重 等我把冷一成抢走了 我看你会敢不敢骂 林洛 你又想干什么 这么快就忘记刚才的教训了吗 林初同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将锦江集团的总裁骗到手的 但是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夺走 就像当初夺走苏文浩一样 你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你不妨去试试 如果你能把冷应尘从我身边抢走 那就算你的本事 子萱 走 我们去找爸爸 林初同 我需要让大家看看你没穿衣服的样子 祝导 你没事吧 子萱 我是代表墨家来参加这次晚会的 人啊 叔叔 子萱 都长这么大了 自从我回国就这么久没见到你了 想不想子萱叔叔啊 想 回头子萱叔叔带你去吃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子萱 都长这么大了 自从我回国就这么久没见到你了 想不想子萱叔叔啊 想 回头子萱叔叔带你去吃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 林初同 你可以啊 到底勾搭了几个男人啊 走到哪都有男人出来护着你 要是让任盈腾知道了 你怎么解释 我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我和子萱学长本来就是清清白白 你这个女人好歹住了心肠 居然故意解开初同的衣服 你知道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的事情 对初同的影响有多大吗 影响 难不成还有比六年前他林初同跟野男人发生关系影响大吗 原来他就是林家那个不守护道的林初同啊 没想到他还有脸回江城 你别胡说 初同不是这样的人 哟 你这么护着他 不会你就是那个野男人吧 你 你真是不可理喻 是我不可理喻 还是你们两个做的事情太让人恶心呢 林音乐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和子萱是清白的 是我不可理喻 还是你们两个做的事情太让人恶心呢 林音乐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和子萱是清白的 清白 既然你这么说 那这孩子岂不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了 你 谁说他没有爸爸 爸爸 这个坏女人一人来救护我和妈妈了 子萱乖 你看爸爸怎么给你喊妈出去 林音乐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看来刚刚给你的教训不够 冷总 我这不是为你说话吗 你可不要被林初同这个女人骗了 他这孩子可是和其他野男人生下的 你身为锦江集团的总裁怎么能娶这种不检点的女人为妻呢 哦 那你的意思是 冷总 我建议你还是把这个女人给修了吧 他这样的浪淡女人配不上你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诋毁我的妻子 我告诉你们 林初同是我的妻子 林子萱是我的儿子 要是再让我听到有人诋毁他 别怪我 放脸不认人 冷总 您就是被他骗了呀 把林音乐给我赶出往回 冷总 冷总 老婆 不介绍一下 殷诚 这位是子洛学长 在国外的六年 多亏他照顾我和子萱 子洛学长 他是子萱的爸爸 文文成 就是他抛弃你们母子六年 不闻不问 不是的学长 当初是我自己的选择 那也是他害得你们母子 在国外吃苦如此之久 楚同 不应该原谅他 我 我们夫妻的事情 应该不需要你过多干预吧 你给我记住 我的女人 只能披我的衣服 楚同 有事了电话联系我 文英辰 你要是敢对不起楚同 我不会放过你的 可恶林楚同 你居然让我如此丢脸 妈 林楚同 带着那个小约总回来了 今天让我丢尽脸面 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回这个场子 什么 我知道 他竟然还敢回来 肯定要回林家 去拿他母亲的遗物 到时候 我们就让他好看 刚才谢谢你了 我们是夫妻 有什么好谢的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谢的话 来点实际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不是要谢我吗 孩子还在呢 你干嘛 妈妈 我什么都没看见哦 既然子萱没看见的话 那我们再来一下 不理你了 爸 你快跟上哦 爸爸 你干什么呀 想看看你 做什么好吃的东西 爸爸 妈妈 你妈妈 干什么呀 爸爸 妈妈 再给你做早饭呀 你怎么不接呀 爸 你还知道 有我这个父亲在 你明天回家一趟 把你母亲的破烂 都给我收拾走 映辰 我 我今天带子萱 回一趟林家 去把我母亲的遗物 给拿回来 要不 我陪你去吧 如果发生什么事 我还能帮你忙 不用了 我就是去拿些东西 不会出什么事的 子萱 帮忙带你回外公家 好不好 好 爸 我不想嫁给那个柳少 听说他整天在外面 花天酒地 燃有性病 我要是嫁给他 我这辈子就完了呀 是呀 老爷 你平时不是最疼爱阴落了吗 这件事情看能不能推掉啊 是呀 老爷 你平时不是最疼爱阴落了吗 这件事情看能不能推掉啊 要是能推掉 我至于这么发愁吗 柳家家属 用项目来威胁我 一定要 燃油嫁给他儿子 这 爸 林初彤不是要回来吗 不然让他递我嫁给柳少吧 他都有孩子了 柳少 会不会看上他呢 不会的老爷 这林初彤 当初也算是真诚的第一美人 柳少一定会看上他的 用他去堵出柳家的嘴啊 那是绰绰有余 是啊 父亲 您今天不是让他回家吗 正好今天柳少也要过来提津 正好把他推给他 我自好如此 容总 不好了 夫人遇到了麻烦 林家 非要让夫人 替嫁给柳少啊 什么 去林家 哟 姐姐可算是愿意回来了 林真让父亲等一上午 架子可真够大的人 爸 你的命 还知道我是你爸 啊 我不打电话给你 你就不全会这个家了是吗 啊 自从六年前我被赶出林家 这里就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我今天来 只是想拿回母亲生前的遗物 你 你 老爷 你别生气啊 林初彤 你怎么说话的 他可是你父亲 妈 我不想来这个家里 他们都欺负妈妈 说话了 乖子轩 等妈妈拿回外婆的东西 咱们就回家去找爸爸 林一乐 你又想干什么 林初彤啊 想拿回你母亲的遗物可没那么容易 除非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你想拿回你妈妈的遗物 首先先要嫁给柳家的少女 什么 这不可能 我不会答应你 林初彤啊 这可由不得你 你 爸 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还有脸说 爸 要快去管你自己 这五年前 做成那些不景点的事情 要不是看上 你还是我女儿的份儿的 嫁给柳上 把我最后一点架子 你说话了 我不许你欺负妈妈 林初彤 这就是你教学的儿子 对咋备说话 这么没规矩 爸 柳少一会儿要过来提亲 看到这个小剑总多少有点不好 不然现在叫人把他丢上去吧 也好 来来来 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等我的孩子 妈妈妈妈 林洛 你敢等我的孩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还敢威胁我 来 把这个小说成果丢出去 双肩打断 活活饿死 他还救我 是 不要 你们不要动我的孩子 林初彤 你敢得罪我 今天就让你尝尝失去儿子的痛苦 放开我的道 大大 你是谁呀 啊 刚上头我林洋 哎呀 这冷准怎么办 他可是紧张级跟整裁啊 这可怎么办 爸你快救妈妈 爸你没事吧 我没事子萱 是妈妈没用 妈妈保护不了你 妈不哭 爸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绝不能让父亲知道冷应成的身份 到时候还有机会逼林初彤 是我嫁给那个脸上 到时候我也就有机会抢走冷应成了 爸 这就是那个小畜生的爹 小子 你就给我们林家出头的野男了 还有连来我们林家 爸 变成是我老公 不是什么野男人 不是野男人又是什么 你 还敢问他说话 爸 我看林初彤就是站着有野男人给他撑腰 才敢跟你没大没小的吧 您可别再纵容他了 别动 你跟我过来 今天 你无论如何 要加个有家少年 这个野男人 你带着他的野种 滚出林家 爸 我不想没有妈妈 不怕担担妈妈吧 放心子学 有爸爸在 谁都抢走你妈妈 就算林家 小子 你靠住狂野 你以为这些什么大能 爸爸我林家 他们眼里 我今天还就不把林家放在眼里了 喂 爸 你别再闹了 应成是锦江集团的总裁 总今天是留不住我的 我此时想要拿回母亲的遗物 锦江集团的总裁 你下车不别人可以 下车不我 嫩的脸 爸 我说的是真的 够了 你是你 今天如果你不答应 别想拿走你母亲的遗物 开个条件吧 你要怎样才能把 出头母亲的遗物交给我 谈条件什么 好啊 只要林初龙 答应嫁给那个柳家的少爷 我是不可能嫁给那一个身后不检点的柳少子 你想都别想 那你母亲的遗物 你别想拿走 那就是没得聊了 呦 这么热闹 这怎么回事 呦 柳少林来了 来来坐坐坐 这哪来的小牛啊 长得居然比林音乐还漂亮 嘴靠 嘴靠 林家主 这次我来的目的 想必你也知道了吧 我就是来取阴落的 这 怎么 你还想反悔不成 别忘了 我父亲手里可是握着你们林家的命脉 不会不会 我怎么可能反悔呢 我就是想呢 让柳少 唤人 这什么意思 甩我呢 柳少 你误会了 柳少风流倜傥 我正认为配不上你 所以有我的姐姐林初童 带我嫁给你 林总你胡说什么呢 这是当初的江城第一美女林初童 是的柳少 本少玩过的美女千千万 这江城第一美女 本少倒是没尝过什么滋味 行 本少同意了 我的女 也是你这种杂水可以碰的吗 你什么东西 敢跟本少动手 我是初童的藏 锦江集团的总裁 你说我敢不敢动你 哈哈哈哈 你说你是井江集团厂才冷运城 那还是冷运城拉电呢 你总物理万机 怎么可以拿你这小小的凌家 你说什么没有我 陆山峰 郑总 给我废了他的四肢 但柳家从此消失 是 你 你敢打我 柳家拿不拿你 你 你敢对了柳少 真是不知死活 柳家 是不会放过你的 大哥给我滚出去 别拎拎我们柳家 柳家 已不复存在 你 你互相什么你 家族家族不好了 多到最新消息 柳家破产了 什么 爸 坏人都被你赶走了吗 对啊 紫萱 坏人都被爸爸打跑了 以后啊 再也不用担心 你他妈受到欺负了 正面 欺负 我是你的丈夫 保护你和子萱 是我的责任 对不对 子萱 妈妈 我以后也会保护你的 好 我的宝贝最厉害了 你 你这就是什么呢 我老婆不都说了吗 我是锦江集团的总裁 冷硬诚 我老婆不都说了吗 我是锦江集团的总裁 冷硬诚 这怎么可能 宝贝 其实你早就知道我的身份 看来 是没告诉我 什么 你 你早就知道 爸 你听我解释吧 你 你这混产 你这么可以吗 会让我们林家破产的 老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宝贝 做这些 已经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 他有什么错 有什么错 你们为了一己私利 推出铜镜火坑 还知愿没错 你们这对母女 还真的把不要脸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母女啊 这是我们林家家事 给我别走 老爷 我 冷嘱 都过我之前 不明私利 请你 别怪罪我 爸 那我现在可以拿回母亲的遗物了吧 当然 当然可以了 这本来 就是你母亲留给你的 你不拿 谁拿 另外 我还在给你我们林家 百分之十的股份 就当 我这个父亲 给你 和外伙的补偿吧 什么 百分之十的股份 大爷你疯了妈妈 你不给我追鬼 出头 本来就这么的亲生女 我给她一笔钱 怎么了 又有意见 我们敢 我不要股份 把母亲的遗物给我就行 那怎么行啊 这股份里面 本来就有母亲的心血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也可以投入 我好女婿 锦阳集团啊 算了 老婆 既然岳父都说了 你说下 好吧 不急 我不同意 林音乐 你在赵头吗 你 爸 我们林家的钱 怎么能给一个外人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啊 林初同本来就 是我的亲生女 那如果初同 不是您亲生女儿呢 什么 林乐 你胡说什么 这下车怎么可能啊 初启母亲 她只是很爱我的 她怎么敢背叛我呢 林乐 你做这话 是责任的 你有证据吗 就是啊 要是没有证据的话 一路敢随便胡说嘛 是吧 林乐 没错 爸 我之前也是意外 听别人说道 然后我自己 留心调查了一下 没想到还真调查 出了什么事 爸 这是林初同 他妈当初背着 已经起来 男人粗鬼的证据 林乐 你不要胡说 我们有心 已经离开这么久了 我不许你 在山泼脏水 是不是我胡说 等爸看完 自然知晓 爸 你 你别叫我爸 你们母亲 敢这么骗我 爸 真相一定不是这样的 我妈当初这么爱你 她怎么可能背叛你呢 那说不定 都是她装的呢 林总你 林总 你也看到了吧 林初同那妈妈 都是这不得性 说不定林初同也这样子 你呀 还是早点跟她如风 免得给你戴绿帽子吧 就是啊 任总 我们音乐也长得不差呀 不如 你考虑一下音乐如何呀 运晨 我妈不是这样的人 我也不是这样的人 他们在我们身上乱锅脏水 我相信你 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会调到你 和你跟岳母一个公道 兰总 这还调点什么 证据不都是明白的吗 这些都是你单方面拿出来的 谁知道你们做什么手脚 依我看 不如来产亲子鉴定 那么大的林家 应该有私人医师吧 妈 做亲子鉴定不就漏线了吗 放心吧 王医师是我的远方表情 他的身份可是连你爸都不知道 那我就放心了 好 叫王医师来现在做亲子鉴定 大主 林初童 我看你一会还怎么装 我不信你也是我们 你竟然给罚我 雷诺 你跟小孩子这叫什么 也对啊 待会儿鉴定结果出来以后 你跟这个小贱总 都要给我滚出林家 你 没必要跟这种女人搭废口舌 待会儿鉴定结果出来 自然会真相当白 怎么样 大主 鉴定报告出来了 报告检测 您和林初童 不是亲身奉取关系 雷诺总 你现在还怎么话说 怎么会 雷诺总 我现在给你一段据奉取关系 我以后不会是你爸爸 你给我离开林家 爸 我 雷诺总 这是之前调查林家的内幕 少夫人是非原谋 真的 真的 我看这件事 并有蹊跷吧 真的 就算你是警察机长的总裁 是在我们林家的家上 你过度的干预不好吧 我作为初从的丈夫 证明他的清白 是我的责任 这些 是我刚刚调查到的 林音乐和王氏的人脉关系 以及汇款记录 这些足够证明夫妇 是被人陷害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切是林音乐和王氏人手 王医师陷害之旅 什么 林晨 你怎么知道 爸 你别听他胡说 他一定是为了帮林苏头 才故意冤枉我们的 冤枉 那这些证据也是冤枉你 你 你们 老爷 你不要相信他们 我们是被冤枉的 冤枉 那这个也是冤枉了 这 这就是什么 这是林音乐和您的请减定 不是亲身父亲 爸 不是这样的 爸 你们能力啊 太多的心肠 还有你 你和他们一起来欺骗我 不好意思 让人呢 把我爱死双脚给我打破 丢出江城 家属饶命啊 我知道错了 你快饶了我吧 家属 还有你们 从前进去 滚出林家 以后 不得他去林家半步 我们也走吧 什么都没 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再进到林家 出掉了林初彤的母亲坐在置气的位置 我 我 我一朝不生 这样的案件数 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别想不开啊 林初彤害我们母女如此 我们一定要想爸爸报复他们 对 对 对 我要让林初彤和那个小畜生 你会不会发生 那你怎么了 妈妈没事 要是心里不好受的话 说出来会好一点 没事吧 就是觉得 我以后没有家了 妈妈 你还有我呢 还有我 我的意思是说 只要有我们在的地方 哪都是你家 谢谢你 怎么了 就光说谢谢 妈妈还有我呢 也谢谢我的宝贝 妈可是多见了我一身宝贝 那她也是我的老婆 喂 太好了 我现在就过去 映诚 我面试通过了 要求单位交接一下 就麻烦你先送子萱回去了 不用我送你去吗 不用了 公司里家很近 我自己去吧 麻烦你照顾好子萱 子萱 妈妈不在 你要听爸爸的话 知道吗 知道了 妈妈 子萱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是父子俩了 你想去哪儿玩 爸爸带你去 我要吃可拿鸡 好 爸爸带你去 好帅啊 可是看那孩子的吃相 他爸爸不会虐待他吧 子萱 妈妈不会从来 没带你吃过这个东西 妈妈常来 不允许我吃这些垃圾食品的 当然你不会偷偷告诉妈妈的 怎么会呢 这是我们男子汉 之间的小秘密 刘萱 你还想吃什么 你请你 你去拿吧 好 映诚学长 真的是你啊 我看你带着个孩子 还以为认错人了呢 嗯 学长 你怎么带着个孩子出门啊 我听说你没结婚啊 这个孩子 哪来的呀 与你无关 对啊 又有人跟我想爸爸 哈 爸爸 怎么了 我怎么就是想叫爸爸了 你呀 爸爸 哎呀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冷一层什么时候都有孩子了 学长 我什么时候有孩子了呀 怎么也没和我说一声 我没有必要任何事情 通知你 这 哼 换女儿 我先想跟我妈妈抢爸爸 你个小畜生 竟然敢砸我 子萱 你没事吧 没事 要是脸有一点疼 爸带你回家生药 让开 历生学长 孩子的 那个贱女人到底是谁呀 想要得到冷阴城是吗 你是什么人 你别管我是谁 你想要得到冷阴城的话 就得跟他身边那个女人竞争 而我的目的是彻底毁掉那个女人 既然我们的目的一致 不如我们合作 好 还疼吗 不疼了 之前那个大神是谁呀 为什么要缠着爸爸 什么缠着 别乱说 哼 你不告诉我 我就告诉妈妈 嘿 臭小子 人小鬼大 还学会告状呢 是不是 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和爸爸想你呢 子萱真乖 今天晚上妈妈要和新同事一起聚餐 就不能回家陪你吃饭了 你让爸爸陪你吃饭吧 好吧 那妈妈要早点回来哟 知道啦 妈妈会很快回来的 时候也不早了 子萱快去睡觉 嗯 妈妈晚安 这就挂了 这女人就没有一句话对我说的嘛 算了 走 咱们去睡觉 长高高 好 初童快来 今天为了庆祝你加入公司 我敬你一杯 你们就别惯初童了 他都已经喝好几杯了 这杯我替他喝 莫总海量啊 莫总对初童真是格外的关心啊 更是亲自安排初童进公司呀 初童 老实说 是不是早就和我莫总在一起了 没有没有 我们不要误会啊 我和子萱都是朋友 好意我心灵了 不过今天 大家是为了庆祝我的新加入 这杯我敬大家 好 好初童好上 好 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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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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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干了干了 再来一杯再来一杯 我真的不能再饿我 后能喝酒还是你家 你们继续喝吧 我先送他回去 今天的消费我买单 哦 哦 莫总大吉 你喝醉了 今天就在我家休息一下好吗 哦 他都多少年没来找你了 你还想着他 都这么晚 这女人怎么还不回来 林初彤 喂 等应成 你是谁 林初彤呢 我是洛子墨 你又是谁 找林初彤干嘛 我是冷应成 林初彤的老公 林子萱的父亲 洛子洛 怎么又是你 你怎么会有初彤在一起 初彤的丈夫 子萱的父亲 六年来对他们不闻不问 你有什么质质问我 这是我和初彤的家事 还轮不到你过问 你们在哪 我先去接他 初彤 你心里那个男人 马上就要来接你了 你应该很开心吧 你还不知道吧 我喜欢你 喜欢了很久了 可你怎么 就是一直发现不了呢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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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该死 我怎么能称人之威呢 他在哪 房上 莫子洛 我劝你离我女人远一点 她是我的妻子 你没资格这样说我 当初初彤在国外一个人 生下子萱的时候你在哪 现在知道她是你妻子了 那也是我跟初彤之间的事 轮不到你个外人来管 但我作为初彤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 我有义务让她过着幸福 那你怎么知道我给不了初彤幸福 因为了解她的人是我 我才是最适合初彤的人 莫子洛 你也配跟我争 别忘了 初彤已经嫁给我 她是我的妻子 滚开 再敢当我 别怪我让莫家破产 你 你个蠢女 敢在别的男人里面前喝那么久 就不怕不安全吗 真是不长脑 我好痛啊 早知道不喝这么多久了 以前没注意看 仔细看 硬成还是挺帅的 还要我叫我算些什么样 怎么 又想像六年前一样 一声不吭了就跑了 我没有 你什么时候醒了 早就醒了 那我刚才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 是啊 脸红是吧 我猜没有 也是 要是害羞的话 昨天晚上也不会爬到我的床上来 你胡说什么 不是我自己爬上床了 别想抵赖 证据可是摆在面前的 我 你干嘛 怎么 我请我自己老婆不行吗 你 妈妈早安 宝贝早上好 喂 妈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呀 冷湿田那个臭丫头 瞒着我失智跑回国去了 你赶快给我花洞人手 把他给我找到 我随后就订机票回去 好 我立刻安排人手找他 出什么事了吗 需不需要我帮你 不用 是我妹妹私自回国了 我妈找不到他 让我安排人手找他 那你还不赶快去 那可是你妹妹啊 万一出点事 没事 我已经安排人了 而且我这个妹妹从小风惯了 还是跆拳到黑带 应该是别人怕他才不 好吧 走 你那么在乎我妹妹 是不是爱无其物啊 你胡说什么 这么喜欢我 还不承认 谁喜欢你啊 不要脸 妈妈 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 是太热了吗 可是空调开着呀 儿子 你妈妈呀 可不是热的 在孩子面前你别胡说 好啦子萱 就不要为难妈妈了 好 今天中午 让妈妈给咱们做好吃的怎么样 宝贝 中午想吃什么呀 妈妈给你做 我家就吃糖醋排骨 好 一个小沉默 冷硬沉 你家里 连最基本的糖和醋都没有吗 我平常 应酬很多 不经常在家里吃饭 宝贝 妈妈做其他好吃的给你好不好呀 不买不买 我就要吃糖醋排骨 妈都答应我了 子萱 要不 爸爸带你和妈妈出去吃吧 外头有糖醋排骨 嗯 演习 好 你上去换衣服 爸爸去开车 这个时间怎么那么堵 甜甜 哥 你怎么找到我的呀 机会来了 喂 猪童 你看到了吧 那个女人才是冷一层真正爱的女人 你不过是用孩子绑住她罢了 你是谁 哼 别管我是谁 反正现在冷一层真正爱的女人回来了 你就等着被甩吧 妈妈 你怎么了 子萱 我们走吧 妈妈 我们不等爸爸了吗 嗯 我们不打扰你爸爸了 看一看 这被我哥找到 那我妈岂不是马上就要赶回来训我了 哥 你还知道我是你哥啊 不好好待在国外 偷跑来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我正在睡午觉呢 一觉醒来就到这里了 你再胡说八道 可就知道妈都快急死了 哥我给你商量个事的 妈还是问起来 你就说没有找到我行不行 你说呢 喂 妈 我找到田田了 这一天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妈妈过几天就回来 你这一天给我老实点 哥 我知道错了嘛 等妈回来了 你可得护着我呀 不然 我要被她念叨死了 你还知道怕 自己偷偷回国 还不回家 欢迎出点事人吧 哥 我知道错了嘛 好了好了 跟我走吧 正好就带你进一件扫子 哥 你结婚了 居然没有告诉我了吗 我这不跟你说了嘛 坏 刚刚关顾着拉田田了 我老婆初冬解释 她不会是误会了吧 车上也没人呀 哥 我嫂子呢 莹莹 你先回家 我已经上 哎 哥 你不管我了 那我没要去哪 对不起啊 妈妈刚刚走神了 妈妈现在带你去吃饭 然后我们就一起回原来 到家好不好 嗯 我听妈妈的 真乖 妈妈是爸爸吗 嗯 妈妈不开心 是不是爸爸了 你不开心呀 爸爸让妈妈难过 我不让她当我爸爸 子萱 真是妈妈的好宝贝 初冬 你要子萱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去找你 不用了 我带子萱先回家了 至于放在你家的行李 我之后会找人去拿的 不打搅你逍遥快活 这女人 连高高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出境了那么大 等等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一定有我不知道的原因 陆山峰 给我调查一下 初同的接触过什么人 初同 你们怎么在这 大夫 我好想你 臭小子 今天嘴怎么这么甜 抹蜜了呀 紫萝学长 我碰巧在这附近办事 恰巧看到你们俩在这 你们要去哪啊 我开车送你们 你们还没吃饭呢 走吧 先带你们去吃饭 吃饱了再开车送你们回家 那就谢谢学长了 走 紫萱吃慢点 紫萱 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 叔叔请看 再来一份糖醋排骨 好 服务员 这边再来一份糖醋排骨 吃太饱不好的 没关系 紫萱正在长身体呢 怎么了 是饭菜不合胃口吗 是和冷应成吵架了 我 他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你就别去找他了 其实我也可以照顾你跟紫萱的 那这没行 那是我爸爸呀 是啊 他是紫萱的爸爸 怎么能让紫萱没有爸爸呢 紫萱 你喜欢紫萝叔叔吗 喜欢 那你是喜欢紫萝叔叔多一点 还是爸爸多一点 紫萝叔叔 要是我说更喜欢爸爸的话 你还会对我那么好吗 臭小子 这六年明明紫萝叔叔跟你的时间才最长啊 紫萝叔 可以把你当成青年了 可是 这种青年跟爸爸不一样 叔叔知道了 紫萱 快吃饭 吃饱了咱们就回家 对不起啊 学长 紫萱年纪还小说话直 你别在意 怎么会 妈妈我吃饱了 吃饱了我就送你们回家吧 好 怎么这么晚了 还不回来 来吧 臭小子 咱本事了是不是 敢一声不吭就跟妈妈跑了 谁让你跟美女拉拉扯扯的 他们都伤心了 还不跟妈妈道歉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莫子洛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初冬 过来 子洛学长 谢谢你送我们回来 时间也不早了 你先回去吧 请问问道 学长 他还没解释清楚 你可不能这么快原谅他 子洛 你先进屋 爸爸跟你子洛叔叔 有话要说 莫子洛 我跟初同之间的事情 你应该没有权利过问 我是初同最好的朋友 我可不能看到他再一次往火坑里跳 子洛 当初初同在国外 一个人生孩子养孩子 你有去见过他吗 现在他好不容易原谅你 你却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他 你真是个畜生 我是畜生 那你觊觎我的妻子 你说什么东西 你 好 你都不要再吵了 我们之间的事以后再说吧 不行 我今天不能让这个混蛋再伤你一死一毫 孙子洛 别以为你是莫家人 我就不敢动 然后再伤我一切子 别怪我对莫家动手 冷定禅 你别以为我怕你 我莫家在江城虽然在无上是顶流家族 但是你要是敢动手的话 我莫家照样能让你井江集团 乡惊动狐 那你可以试试 好 你们不要再吵了 你们两个 一个是帮过我很多我最近中的学长 一个是我现在的丈夫 我不希望你们两个为我闹成这样 初同 可是 子洛学长 我知道你对我有感情 但是 我只把你当做我哥哥 初同 你 对不起 学长 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等着我们夫妻请你去做一做 老应成 学长 你 我没事 既然如此的话 我一个外人就不打扰了 不过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的话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的妻子用不着别人帮忙 好总不送 老婆 我们进去吧 老婆 我们进去吧 谢谢 好吧 子萱 你先回房间睡觉 爸爸跟妈妈还有事儿来说 嗯 我才没话和你说 差不多可以了 不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怎么相信 你都当街抛下我和子萱 你找别的女孩子 我都没计较你跟那个什么 莫子洛呢 我和学长是心白的 再说了 是你先去勾搭别的女人 你去说了 我才没有 你忘记我妈 今天打电话让我找妹妹了吗 那个是我妹妹 亲妹妹 什么 原来是这样 不然你以为呢 真把我当渣男了呀 对不起啊 我不该问都不问 就怀疑你 关桃倩啊 不得来点补偿呀 你想要什么补偿 可以了吧 这可不够 嗯 小声点 别把儿子吵醒了 我们是去房间 还是 去房间吧 嘿嘿嘿 爸爸妈妈终于和好了 林初彤 你可算接我电话了 你要是再敢挂我电话 信不信我分分钟 刷到你家去找你 月月 我什么时候挂你电话了 对不起啊 我错了 我下次保证 一定一定准时接你的电话 哼 真是有了男人忘了好闺蜜 我们说的出去逛街呢 都拖了好几天了 今天 今天保证一定陪你去逛街 到时候我们商场见 哼 这还差不多 喜欢吃饭了 冷硬沉 谁让你挂我闺蜜电话了 我这不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吗 哎呀 算了 我今天要跟日月去逛街 子萱看到的话我去不了 你帮我看着他点啊 嗯 你放进去吧 嫂子嫂子 什么逛街 你带我去呗 这个就是我妹妹 闻思天 嫂子 主持人对不起啊 害你误会我哥了 不过也真是的 都怪我哥这个鱼木脑袋 都不知道和你解释一下 我又不会跑了 你说谁鱼木脑袋的 哼 好了 田田 不怪你 好 怪我怪我都怪我 起来吃早饭吧 这个 哇 嫂子好漂亮呀 那肯定呀 我们就是世界上 最漂亮的女人 打鬼头真会说话呀 妈妈 你怎么一直盯着巴尔康呀 巴尔康没饭才好吃 子萱 别乱说话 阿贼 你这个题 真不错 你胡说什么 这么多人呢 子萱 快吃饭 童童这是谁呀 哦 月月 这是我家冷先生的妹妹 冷思婷 初恋姐姐好 你好 我们快进去看看吧 这家商场是江城最大的商场了 里面有一家服装店 我奠记了好久了 他们家的衣服都是顶级设计师 亲手打造的 我们快进去看看吧 好呀 三位顾客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们再看看 又是几个穷鬼过来打卡拍照 小张啊 你来借贷吧 哎 你这儿啊 算了 田田 不用跟这种人计较 嗯 宝贼 这个场景很适合你 要不你试一试 美女你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法国设计师亲手打造的 价值三百万 三百万 如果您觉得价格太高的话 我们这边还有评价的商品 不用 把这件给我嫂子包起来 嗯 这件 这件不要 其他都给我包起来吧 真的吗 这你干嘛 包起来吧 哎 好 田田 你这妹妹可真土豪啊 再怎么说 也是冷家的千金 正常的 月月姐 那几件送给你吧 啊 这 田田都这么说了 你再说下吧 那谢谢田田啊 哎 回来 你干嘛 干什么 当然是帮顾客结账了 可就是我接待的顾客 你一个小实习生 就你也配接待顾客 我开把你 你这人怎么推人呢 我哪有推他呀 是他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你还敢狡辩 我们都之前看到了 你必须给他道歉 哎哟喂 几位贵客 你就别再因为一个小实习生 委难我了 我还是赶紧帮几位结账吧 再说了 这小实习生 毛手毛脚的 万一出错了 不是耽误他的职业生涯吗 我这也是 为了他好 胡说 你明明就是看这样比较大 你想想走 闭嘴 再敢多嘴 有这样精力把你赶出去 几位贵客不是很着急吗 就让我来帮几位结账吧 就不劳烦你了 我们今天 就要他帮我们结账 是啊 你没听到吗 我们今天要他帮忙结账 你提开 你这张卡刷不出来 刷不了 怎么可能 这个是我哥给我的卡 哎呦喂 我还以为多大的能耐呢 原来是拿着假卡 招摇撞骗啊 你说谁招摇撞骗呢 谁拿假卡 我说谁 哎 是这张卡的权限太高 你们解决不了 麻烦你把经理叫过来 授群吧 就你们这群骗子 还想见我们经理 再不滚 我就要叫人赶紧们了 你这祷告怎么如此不迷失礼 我是你们店铺的顾客 你就这样对待顾客的吗 就要凭你们几个穷鬼 还想成为我们店的顾客 你们也配 还不快滚 怎么回事 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哎呦喂 经理 你怎么来了 这几个骗子 在这招摇撞骗的 我正打算 把他们都赶出去 什么人 赶在这里捣乱 你是经理 想必这张卡 你应该认识吧 至于我们有没有捣乱 想必你的店员 心里清楚 这 这是景佳集团那部黑卡 你们 这 这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有锦江集团的黑卡 经理 这一定是假的 你可不能被他们骗了呀 这卡有安静如温 怎么可能是假的 跟何况 谁敢造假 这 三位美女 对不起对不起 我 我永远不是慧珠 你们原谅我吧 你看怎么处理 她不适合这个岗位 把她调走 对 对 来人 经理 经理我可是金牌销售啊 你不能看我走啊 经理 我 经理 小姐我这个给您刷卡结账 慢着 好啊 林初同 没想到在这也能碰到你啊 哎呦 苏小姐 您怎么来我们店里了 苏金哥 这个女人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就是她 抢走了你的一成哥哥 什么 就是她 哼 那天这个小贱的儿子捉弄我 今天正好找到算账 你认识我 你是谁 哼 你别管我是谁 我奉劝你一句 离一成哥哥远一点 他不是你能够得到的 我是冷一成的老婆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种话 妻子 我可从来没有听过一成哥哥 对外兄弟自己结婚了 你休想骗我 要我看 你就是想加入人家小贱人罢了 你 你怎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 初冬嫂子和我哥哥他们可爱了 你这个嫂子 别想进入他们的感情 你又是什么东西 敢骂我是小三 我叫冷丝田 是冷一成的亲妹妹 亲妹妹 我和一成哥哥认识这么久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她有个亲妹妹 要我看啊 你也是装的 那个苏小姐 您会被误会了 刚才这三位小姐 可是拿了警家集团内部的黑卡的 那还不好解释 一定是他们造假 怎么 造假 那可是锦江集团啊 他们怎么敢 哼 他们这种人为了一成哥哥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更别说 区区造假一张黑卡了 你血口喷人 是不是血口喷人 你自己心里清楚 经理 快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去 这种近女人留在这里 真是碍眼 原来你们三个是骗子 你们三 是自己走 还是我赶你走啊 经理 你怎么不看金红造白啊 是她冤枉我们 不信 你可以刷一下卡证明 够了 看来你们还不知道苏小姐是谁吧 我可告诉你 苏小姐 可是锦江集团总裁 任一成的学妹 他们之前 可经常一起来我店里的 苏小姐的话 难道还有假不成 什么 你说 任一成经常和苏清哥来这里 没错 所以要说 这有可能成为任总妇人的 那只有苏清哥小姐 至于你们是谁 我听都没听过 还说不是专的 坏了 嫂子不会误会哥哥了吧 嫂子 你别是他们的话 我哥才不会跟这个妖艳见货一起出门呢 一定是他死皮赖脸缠着我哥 小丫头 你说谁妖艳见货 你说谁死皮赖脸 我看你才不要脸 帮着林初彤 这个小贱人 抄祸的男人 还敢冒充映诚的妹妹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啊 你 你什么你 就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不就是想着嫁入好门 过那一属无忧的日子吗 我告诉你们 只要有我修行哥在 你们就别想 靠近我的一成哥哥 无心同 就凭你 也想抢我的一成哥哥 想多别想 看我今天让你如何丢脸 经理 还不叫人 把这些人给我赶出去 是 是 来人 住手 妈妈妈妈 我和爸爸 去商场找你们哦 子萱 你和冷英诚到商场了 妈妈和小姑 他们在锦绣专卖店这里 你们来找我们吧 好 妈妈 等我们哦 我哥要来了 喂 苏勤哥 我哥马上就要来了 你还不快过 等着待会儿出丑吗 吓唬谁呢 真以为随随便便 打个电话 应诚就能来啊 我告诉你吧 应诚哥哥身为锦匠集团的总裁 可是很忙的 我平时去找他 都需要几时间 才能和我见面的 可怜的女人 这都看不出来 我哥是故意不想见他的 还真是 看来这个叫苏勤哥的脑子不太好 你们 你们 失动临头 你们竟然还嘲笑我 经理 还不快把这几个人 给我拖出去 是 苏小姐 让谁敢动他名下 应诚哥哥怎么真的来了 还带着那个小箭手 应诚哥哥心里肯定是有我的 我不能做一代币 应诚哥哥 你怎么有时间来这里呀 是因为我吗 阿姨你也太直戀了吧 我爸爸是来找妈妈的 阿姨 小混蛋 我有这么老吗 嗯 应诚 我 我不是骂孩子 你们这是干嘛呀 应诚哥哥 是他们 他们这样的认识 你就作为作福 还 还骂我贱人 四条人总 他们不但冒充您的夫人和妹妹 还伪造贵公司的黑卡 招摇 撞骗 多亏了苏勤哥小姐 我们才及时发现啊 对了 这个蠢货害死我了 应诚哥哥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还是我来和你说吧 你冤枉我的夫人和妹妹 有什么好说的 这 这怎么可能 哥 你这个红颜质迹还蛮厉害嘛 差点把我和嫂子赶住厂场 是吗 人总 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您夫人和妹妹啊 我都是被这苏勤哥给骗了 识人不明 看人下菜碟 我看你这个经理也不用干 是你自己去离职 还是我打声招呼让你离职 人总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您 想清楚了 要是自己离职 你还可能去其他公司 但是要是我出手 江城之内 你再也找不到工作 我 我自己离职 小姐 好了 现在来处理你们的事情吧 应成 我想应该是误会了 妈妈妈妈 就是这个阿姨之前 一直缠着爸爸上去去肯德西的时候 我被妈妈赶走了他哦 就你机灵 苏小姐 我想这应该不是误会吧 你知道我的名字 也知道我和应成有个孩子 你说你没调查过我 你自己信不信 我 我没有 应成 你要相信我啊 这都是林初同约望我的 苏勤哥 我告诉你 初同是我的妻子 子萱是我的儿子 你要再做伤害他们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应成 我没有 龙总 之前少夫人误会您和思田小姐的事情 你的调查清楚了 这一切也都是苏勤哥策划的 我们调查监控发现 当时她就在附近 并且通话记录查明那个时间段 她给少夫人打个电话 没想到都是你搞的鬼 不是的 应成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证据确保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陆成风 你把他赶出去 不想再看他一眼 是 龙总 医生 你听我解释 妹妹 爸爸把你把坏蛋都打跑了 他 今天 是他还是在忙前忙后 帮我们拿衣服的 嗯 很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这家店铺的经理 还傻着干嘛 还不赶紧谢谢我哥 装卖店经理 一个月怎么说 收入也有好几万了 谢谢龙总 谢谢龙总夫人 谢谢小姐 另外 把店里最新款的衣服 放到出城的尺寸 送一份到冷战 业绩算了 去存对的 是 龙总 硬成 你买这么多衣服的吗 送给你穿啊 这么多 我也穿不过来啊 妈妈妈妈 让咱们爸爸送你礼物 你说下就好了 对啊 嫂子 大不了一天换一套床 好 谢谢你 跟我客气什么呀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呢 昨晚 我亲手的 哦 昨晚呀 你 流氓 爸爸 为什么你说妈妈领悟 妈妈还打你呀 可能 这个就是你 林书统 你给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看来 也有失败 没想到 硬成居然如此 抗护林书统 竟然不顾我们 往日的情面 那就想办法 让他对林书统 那个小街人厌武 就可以了 你有什么办法 真的吗 刚回来要出去啊 公司那边说董事会要紧急照顾谈话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赶快去看看 子萱 你在家听爸爸的话不要调皮 知道吗 那我知道了 真乖 林书统 不好了 少夫人的验照流伤出来 都上了头条了 您看一下 爸 你怎么了 子萱 你去跟姑姑玩好不好 爸爸在这儿有事情 写这条新闻的 有几家本词 全部给我找出来 林书统 太多了 江城百分之八十的公司都有参与啊 跟我花钱买头条 要不惜一切代价 小虎已经流传数据照片 还有 一定要回首消息 这边要是 是 让总 不行 我要去初同公司一趟 蓝应承 你是谁 想要解决林初同验照门的事情 就来梦幻酒吧找我吧 不管你是谁 感受害初同 我一定不会放过 这女的居然还有脸来公司 就是 自己恶心 作风不解脸就算了 还连连我们一起受白眼 这是可能回事 林初同 你先平时反省吧 为什么 林初同 你平时都不看新闻的吗 来 好好看看 当初 第一美女 生活淫乱 验照满天飞 你让我们 如何让你继续建卖客户 这些都是假的 你们怎么连这种希望都信啊 哼 假的 我告诉你 这天下 就没空穴来分的事情 你要是真的 清清白白 哪来的这些新闻 你 还有 你这件事情 已经严重影响到 公司的股票 已经暴跌了5% 我们只对你做个停止 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容忍了 是我真的没做过这些事 林初同 你说没做过就没做过吗 苏清哥 又是你 这是不是你搞的鬼 哎呦喂 那可就冤枉我了 我哪里敢陷害你啊 要是让应诚哥哥知道了 岂不是又要说我了 哈哈 苏小姐 这一次 要不是你及时 告知我林初同的这件事情 不然啊 我们公司损失可就大了 我可得好好地感谢感谢你啊 客气了莫书 毕竟我们两家 也是有生意上的晚来的 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 不过莫书 林初同私下作风如此不简点 我看你们只是小小大姐 还不够吧 要我说应该将她开除出去才对 她毕竟是我主主带进公司的 我要是直接把她开除 这不大好吧 这有什么的 我相信和公司的利益相比 莫书还是能分得清楚的 林初同 你都听到了吧 赶紧收拾收拾 管从公司 像你这种女人 就不配在我们公司上吧 莫书 你怎么能听信苏星哥的引念之词呢 证据确凿 你还敢狡辩 你是自己出去 还是我叫人赶你出去 我看谁敢赶走出头 林初同 达若 你怎么来了 七叔 我在外面都听到 初同当时是我自己带进公司的 她的为人我再清楚不过 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 这件事情一定有内幕 莫少 这能用什么内幕 现在玄奖上都知道 林初同私下作风浪淡 这个时候你往他身边凑 岂不是惹了一身骚还连累了莫家 你 子洛 苏小姐说的没错 这件事情不管是真是假 她都不适合在牛载公司的 还是趁早把她扛走吧 好 我走就是了 不行 我不同意 莫子洛 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再这么肆无忌惮 别怪我 在董事会上 罢免你这个总裁 莫叔 算了 子洛 我确实不能因为这件事 影响你和公司 就当是我自己要离职吧 林初同 这只是第一步 后面还好心等着你呢 王云洛 这些都是你搞的鬼吧 没错 林初同夺走我的一切 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你这个歹毒的女人 你要是掐死我了 你就更没办法证明 林初同的清白了 说 什么条件愿意给我证明 初同清白的证据 你喝了这杯酒 我就告诉你 你当我是傻子吗 这么低级的陷阱 也想与我上钩 冷英诚 你太谨慎了 这杯酒里我可没办东西 现在可以把证据给我了吧 给你 冷英诚 你和林初同把我害得家破人亡 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你们 你 这酒明明有问题 为什么你没事 我已经喝过几条 我已经喝过几条 搞定 初同 你先别急 我已经在调查了 马上就能调查出结果了 算了 事情都这样了 才调查还调查不出来什么 你还是别再费劲了 没错 墨少 林初同如此不检点 你为何还非要费力不得好 去帮他呢 陆清哥 我和初同的关系 轮不到你来过问 看来林初同这小贱人 对付男人确实有一套啊 不管是冷英诚还是你莫子若 居然都对他死心大地 苏清哥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我只不过是看着你一步步走入深渊 要让你永远在我面前 抬不起头来吧 至于你想证明清白 下辈子吧 苏清哥 你给我站住 哦 墨少还有什么事情吗 苏清哥 初同的事情和你有关吧 墨少这个大帽子扣在我头上 我可吃醉不起啊 你还装 热搜报出来之前 你就已经进我公司散布谣言了吧 子若 这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信不信我告你诬陷 公司的监控就已经进入你 进入公司的所有时间了 该死 忽略这点了 你是自己老实交代 还是我把证据拿到你面前 哼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而且就像我今天知道 林初同的绯闻 这又能说明什么 说不定是我消息灵通呢 看来你还不想承认 来人 正好我已经叫人把资料做好送了 这应该是你勾结凶族师 制作照片的记录 你怎么会有这些 是我给他的 英诚哥哥 这 这不可能 英诚你应该在弄换酒吧 你怎么可能 哼 你果然参与 不是的英诚哥哥 你听我解释啊 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 我告诉你 林音乐已经彻底交代了 说这一切都是你策划 什么 什么 他怎么能这么说 他出卖我 林音乐 英诚 死落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县海玩猪头还想走 你怎么知道 是我来之前 提前告诉你 你没中招 我堂堂锦江集团的总裁 怎么可能被你这点小手段拿捏 我之所以装醉 就是想看看 到底爽什么花样 你卑鄙 那你更卑鄙 谁 没听了 你告诉我 怎么是这样 可惜还是让林音乐给跑 林音乐跑了 那你刚才说他都交代了 没错 就是为了账 没想到你心理数字那么差 一不小心就说漏了嘴 你们 苏京哥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英诚 不怪我 我都是被那林音乐给骗了 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所以才 这不是你伤害出错的理由 苏东 你怎么没什么主事 算了 再一再二不再三 这得他最后一次机会吧 林初同 谢谢 谢谢你 记住了 我不是你能招惹的人 别让我再看见 明白 明白 我这就滚蛋 初同 你还是心太软了 所以我们才都会喜欢上他的 不是吗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 谁跟他关系好 只是为了救你 临时统一张线而已 他要是再跟我抢你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没错 我也一样 他要是敢欺负你 我也不会放过他了 好了 今天多谢你们两个了 待会儿回去叫上儿子和田田 我请你们两个吃大餐 走吧 今天吃的好饱啊 小长毛 今天就你吃的最多了 那是因为我最招惑的人都在啊 爸爸妈妈 还有芷若叔叔 小鬼 这么说我对你不重要了 谢谢田 白对你好了 不是的小鬼 你当然也是我最招惑的人了 今天谢谢你了 没有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到底还要谢几次 要不来点实际 你再这样不知道调的话 我就不理你了 好了 不逗你了 从明天开始去景江集团上班 至于莫氏那边 已经莫子鲁的好招呼了 嗯 来英诚 看看你给我找了什么儿媳婦 我明天的飞机 有趣就找你算账 哥 不会是妈回来了吧 放心 她是回来找我算账 你放心 我也会和你一起面对的 姜姨爷 倩哥 你怎么在这 子萱呢 我让陆春风带她出去玩了 等解决好我妈这边的事 我再把她接回来 怎么办怎么办 妈回来骂死我了 你怕什么 妈回来也先找我上账 我回来了 苏星哥 你怎么在这 是我让她跟得来的 你有意见 儿子 她就是你娶的女人 对 初同就是你的儿媳婦 我不承认她 我只承认清哥 才是我的儿媳 妈 初同是我的妻子 你不承认没有关系 但苏星哥这种女人 你知不知道她做了什么 妈 这个女人可化了 初心才找你爽子 刚才路上 清哥都跟我说了 她那是受坏人的门片 不怪她 而且 我跟她妈妈还是好闺蜜 我是看到她长大的 她的品行 我是清楚的 妈 好了 我倒是要说说你 结婚这么大的事情 你也不告诉我 要不是清哥告诉我 我还不能照顾你的 你看看你 给我找了什么样的儿媳 姜姨 这不怪英诚哥哥 都是林初同那个小狐狸 丁都英诚哥哥的 孟丁哥你不要胡说 明明是你插过和英诚的感情 妈 我和英诚才是真心相爱的 这一切都是苏星哥的挑拨离间 别叫我妈 我可没你这个儿媳妇 你这样浪荡的女人 也配进我们人家的门 我困却你 主动离开我的儿子 要不然 就别怪我不客气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苏同呢 那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妻子 再说了 这照片都是假的 这苏星哥故意叫她苏同的 姜姨 英诚哥哥这么误会我 要不然 我还是走吧 走怎么走 你放心 今天嘉宜 就给你讨个故障 哼 妻子 你结婚问过我了吗 我只要没有同意 你这么分事就不作数 英诚我告诉你 清哥和你才是青梅中嘛 只要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我现在要你立刻给这个浪荡女子离婚 妈 我是不会要出头离婚的 我现在选择了她 这辈子认定的就是她了 英诚 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难道为了这样一个作风不检点的女人 抛弃自己的名声 祸害家族的声望吗 妈 首先 我不是一个作风不检点的女人 这件事之前 英诚已经帮我证明过清白了 其次 我不认为我嫁给英诚 会影响阿克罗家的声窝 林书统 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 半点里面不要 一门心事的想嫁入豪门 虚然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 把我的儿子迷得神魂颠倒 但是我回来就不会让你如愿 这卡里有一千万 够你这种女人花一辈子了 拿手 给我滚蛋 妈 江仪 我可以认为 你这是在羞辱我吗 嫌少 三千万 五千万 林书统 我劝你识相点 拿钱给我滚蛋 要是再得窜禁止的话 我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书统 你 林书统 你怎么不继续装了呀 是真害怕一分钱也拿不到了呀 也对 你这种女人接近我的英诚哥哥 目的不就是为了钱吗 现在赶快拿上钱滚蛋 张仪 这些钱可以买很多东西 但是买不到我的尊严 也买不到我和英诚哥之间的感情 这些钱 你就收回去吧 林书统 你 哼 没想到这个女 还这么有所谓 挣多钱 居然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哪怪我儿子 被你那点神风点打 爸 是我主动找的书统 纠缠的人是我 不是他 你闭嘴 林书统 既然你不要钱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哦 江湖了 爸 你怎么在这儿 可跟我回家 爸 我不能走 我要是走了就永远都解释不清楚了 而且我不能丢下英诚和孩子 出头 爸知道你是最被冤枉的 但是冷家不是我们小小林家能够得罪得起的 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家 要不然我们临家 临家就亡了 什么 怎么会 林书统 我早就让人整理好你们临家这些年生意上的漏洞 你要是今天不离开我儿子 你就别怪我 那你家和我能亡 妈 你怎么能这样 别会劲了 我已经早就安排好了 你现在打电话让人阻止已经亡了 明诚 对不起 我不能不管临家 那是我爸爸妈妈一辈子的心血 出头 妈妈你要去哪 子萱 你怎么回来了 梁总 小少爷想爸爸妈妈 非要闹着回来 我拦不住 妈 这是我和出头的孩子 你们都有孩子了 秦哥 你干嘛别告诉我 快了 万一家已经因为这个孩子 见到了临家 怎么办 不行 我一定不能让一件人再次活到一城身边 家 家姨 我这不是忘记了吗 这也能忘 来 到奶奶这儿来 去吧 她是爸爸的妈妈 你要叫奶奶 知道吗 小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啊 奶奶我叫林芷芊 你姓林 林 林藏成 他怎么姓林 妈 六年前孩子住身在国外 但是我不知道 是初童一个人辛苦拉扯拉的 所以跟了初童的心血 意思是说啊 你六年都没有见过这孩子了 她是今年再带孩子来找你的吗 不是的妈 没错相仪 就是这个贱女人带着孩子到天一城的 再说一走就是六年 谁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一城的 贱女人 你胡说我就是爸的孩子 妈 你别听书欣哥胡说 孩子确实说我很初童的 陆生佛 把经理报告拿来 是我们家的血脉就好 姜姨 姜姨 好了 大人的事跟孩子无关 不要牵扯到孩子身上 我 我 妈 既然如此 初童是不是可以留下来了 林初童 念在你给我们冷家 留下血脉的份上 这五千万你拿着 当时你依旧不能留在我们冷家 妈 你干嘛 妈我不要离开妈 你放开我 子萱 是妈妈对不起你 子萱 听话 妈妈她连自己的私生活都管你不好 根本就不配做你的妈妈 奶奶 再给你找一个妈妈怎么样 你看 这叔阿姨就很好 我不要说话你们 我要妈妈 这孩子 我妈妈才不说话你们 妈妈是清白的 我不允许你们冤枉我妈妈 妈 初童真的是清白的 这些都是苏清歌搞的鬼 您不要再被她蒙骗了呀 对啊妈 你不能因为这个苏清歌的一面支持 就冤枉嫂子 姜姨 不是这样的 我怎么可能故意陷害呢 你也知道 我从小就心地上凉 我连一个蚂蚁都不肯猜死啊 苏清歌你还装 先是陷害我和初童 如今又来挑拨我们家的关系 我今天要是跟你颜色看 真当我好脾气了 陆成风 之前陷害初童的证据呢 拿出来 有证据 有 妈 我一定要让你看清楚 这个女人真正面目 你要在你面前 还初童一个清白 映晨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夫人 这些都是苏清歌和其他人 勾结陷害少夫人和少女的证据 有苏清歌收买帮手的聊天记录 以及银行流水 还有工画记录等 苏清歌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一直在骗我 江姨 听我解释 还解释什么 证据确凿 你还想抵赖不成 我 苏清歌 我和你说过 再一再而不再三 你将三次都触碰我的底线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 陆成风 马上安排人手 苏清歌送到北方极寒之地 终生不能回归 是 一成 就像你看到婉日的情况下 再给我死机会吧 初同 对不起 是我被苏清歌们骗了 冤枉了你 妈 没事的 解释清楚就好了 你 不怪我吗 你是应成的妈妈 也就是我的妈妈 我怎么会怪您呢 好好好 我们林家 有这么个宽呼大量的行情 是上辈子记得胡啊 江福了 那我们林氏 清歌放心 今后林氏尽管和景江集团合作 以后啊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那我就先谢谢清歌母了 我们这些老人 就不打扰小年轻恩爱了 来 你先 奶奶带你去玩 妈 妈 我也是小年轻啊 你偷跑回国的战 我还没跟你算呢 这回 他们都走了 没人打扰我们二人世界 谁要跟你二人世界啊 对吗 你还不想 我 我很忙的 我还要给子萱 安排幼儿园的事情呢 孩子的上学问题 我早就安排好 明天 孩子又可以下学 今天晚上 好好伺候空 映晨 初童再怎么说 也是女孩子 你要疼爱一些 知道吗 知道了妈 妈 走 那个 我先送子萱就上学了 妈妈 你快看 这个小孩穿的豪妥 我前还没有爸爸疯 哟 这不是前两天被爆出宴照的那个林初童吗 儿子 以后离这种女人远一点知道吗 她不干净 生出来的孩子也不知道是什么野种 快然我不行 你说我妈妈 你们才不干净 小野种 你也敢说我 你妈和好几个男人乱搞都上新闻了 还不知道你是跟哪个生的呢 这位家长 你这是诽谤 之前的事情我已经发文成新过了 证据也都上传到网上 请你不要带有色眼睛看我和我的孩子 谁知道你证据是真是假 没准就是你自导自演的呢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种货色也配带着这种小野种来这种贵宿学校 应该是睡了不少男人才骗来的钱吧 你胡说什么 怎么回事 院长您来得正好 咱们幼儿园怎么连这种野孩子也带进学校啊 她妈妈就作风不减点 孩子也好不到哪去 万一把我们家孩子给带坏了怎么办 这 这不是楠总夫人啊 之前楠总可是打过照顾 让我多照顾 并且都在暴露孩子真棒 你看是不是该把这个小野种给开除啊 院长 你给我闭嘴 听到没有 院长让你闭嘴滚出学校 我让你闭嘴 学校门口吵吵闹闹成河底统 再多说一句 带着你的孩子给我滚出学校 院长你怎么 嗯 你还有一件 没 没有 子萱 院长叔叔帮了我们 我们应该跟他说什么呀 谢谢院长叔叔 没事没事啊 上课了带孩子去学校上课吧 林初同既然我没办法教训你 就别怪我对你儿子下手 小朋友 可不可以爸阿姨一个忙啊 可不可以爸阿姨教训一个叫林子萱的野孩子啊 这什么回事啊 紫萱你没事说什么 紫萱妈妈是吗 我是紫萱的班主任 不好意思又把你叫回来了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你还有脸问 你家这个小爷种把我儿子给打了 牙齿都掉了两颗 你说吧 这事怎么办 你胡说 明明是小胖先说我是野孩子 也是他先动手的 你胡说 我们家小胖可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怎么可能动手大人 一定是你这个野孩子做了什么 这位家长 如果孩子受伤了 我可以赔医药费 但你必须向我儿子道歉 我儿子不是野孩子 你的钱 用你跟男人睡觉得来的 我嫌脏 你 好了好了 两位家长 我们来这里是解决问题的 不要吵架了 解决问题 好啊 让这个小畜生 给我儿子跪下道歉 不然这件事没那么容易解决 你 欺人太甚 怎么 不答应 好啊 那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 让他把你这个小爷种给开除 我想 你为了让他来这里上学 也费了不少功夫吧 那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 让他把你这个小爷种给开除 我想 你为了让他来这里上学 也费了不少功夫吧 你 老总 说好了 幼儿人那边传来消息 少少人也在学校里面 跟人打架了 忽然过去协调去了 什么 赶紧调查一下事情的前一后果 给我送过去 我现在过去 妈妈 不是我的错 我不要道歉 放心紫萱 不是你的错 妈妈不会让你道歉的 我不管你的后台有多硬 但这件事不是我们的错 我不答应道歉 好啊 你们打了人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到底是跪下道歉 还是从这里滚出去 我看谁敢让我儿子滚出去 你又是谁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是谁你不配知道 敢让我老婆还跟你下跪 我看你活得是不耐烦了 哦 你就是这孩子的父亲 那你就是临出头乱搞的男人之一了 还敢自称这小野种的父亲 我是谁你不配知道 敢让我老婆还跟你下跪 我看你活得是不耐烦了 哦 你就是这孩子的父亲 那你就是临出头乱搞的男人之一了 还敢自称这小野种的父亲 我儿子不是野种 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 现在让这个小野种跪下道歉 不然我现在就给我老公打电话 把你们一家都给赶出去 你 是吗 我倒想看看你老公怎么把我们赶出去 你 好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打电话 喂老公 咱们儿子在学校让一个小野种给欺负了 好 你快来 我等你 你等着 我老公马上就来 到时候 可不就只是单单下跪道歉这么简单了 主亲爸爸妈妈 我看你们还是道个歉吧 小畔的爸爸是这家幼儿园的大股东 一般人是乐不起的 那我还偏要惹一惹 想欺负我的孩子 没那么容易 谁敢欺负我儿子 找死不传 老公 就是他们 不但欺负儿子 还把儿子的两颗牙给打掉 什么 很好 你们敢欺负儿子 我这就让校长 把你一家儿子赶出这家幼儿园 靠咱们 刚好我也认识 我倒想看看 还是帮你 还是帮你 这还用问 我每年给学校投资善意 我可是他的大股东 校长肯定是帮我 我看未必 好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喂 潘总 您怎么给我打电话 校长 有人在学校欺负我儿子 我要你给我开除他 什么人啊 有人敢欺负小潘 您放心 告诉我对方的名字 这就开除他 好 这小子叫林子轩 就麻烦校长你了 你说孩子叫什么 林子轩 潘总 这事我可管不了 我劝你 还是给孩子赶紧道歉 你 你说什么 男孩子的父亲 可是锦江集团的冷总 这不是害我吗 你 你是锦江集团 冷一层 冷总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您啊 老公 你这是干嘛 闭嘴 你知道我们得罪是谁吗 这可是锦江集团的冷总 冷 冷总 欺负我的老婆和孩子 我看你这个董事 不要担了 不要 冷总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 冷总 我查了游轩的监控 是林英洛 指示小朋友 去欺负小赵也类 又是他了 晕晨 这可怎么办 他一直在暗处 我们房不胜房 放心吧 老婆 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 不会让你和儿子 置身危险的 该死 又是这个冷一层 一次次坏我好事 那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一家伤口去见严婉姨 明晨 你怎么样 什么事 冷总 抓到了 带走 他放着破误 够他下辈子偿还了 放开我 你吓死我了 妈妈不要哭 刚才爸爸救了我们 爸爸是大英雄 我说过的 只要我在 不会让你跟儿子受到伤害 傻瓜 我也不允许你受伤 我不允许子轩再没有爸爸 答应你 我们一家三口 你们都不良啊 你的温柔 如此的畅扬 也让我如愿一场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